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小翡翠 养护翡翠都有何诀窍 且听科班级翡翠专家为您解密 评估是按它的语 这四大方面 怎么解写呢 普通的语就行了 就是普通的语 对 更多精彩竟在本期盛州好好学习吧 周火者奇妙 好好学习吧 这里是东南卫视圣州好好学习吧 有请主持人周群 春节好春节好 问候大家春节好 这里是由盛州飞转基因 实用由冠名播出的东南卫视 好好学习吧 我持周群 大家晚上好 各位学员们你们好 两队的队长你们好 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两队的队长 首先是红队的队长 著名演员张博 欢迎 同学们好 张博 今天有什么新作品 要跟大家介绍呢 有刚刚播的那个 无贼电视剧 对 然后今年有什么新计划呢 新计划还听你的安排 好的 那我一定好好安排 拍戏的时候得带着我 好嘞 好 接下来这位真的是我的老朋友 是我的搭档 欢迎著名主持人江鹏 哈喽 大家好 江鹏新年好多新节目啊 对不对 接下来可能要去拍戏 你要带上我啊 好 不管怎么着 我这个星期没闲着 我想到一个小妙招 因为过年期间嘛 大家都在吃好吃的 有时候特别油腻 怎么办 怎么缓解一下我们肠胃的机能呢 一个小妙招非常简单 就是把橙汁和木瓜汁 2比1的比例 搅拌在一起 鲜榨之后 每天来上一杯 就可以调理一下了 太好了 不光可以调理 也可以让人变得更自信 美容嘛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看看两位明星 有什么吉祥话送给我们现场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啦 张鹏你先来吧 龙腾蛇舞 又马年 好 夏莲呢 千军万马 士不挡 财源滚滚纳四方 招财进宝 吉安康 这个好 谢谢 到张鹏了 祝大家这个龙马精神啊 而且呢 一定要是马年大吉 马年行大运 最重要的是财源广进 好 谢谢 我就祝大家一马当先 好嘞 策马扬鞭 好 龙马精神 好 马道成功 好 我们祝祝大家 万事如意 谢谢了 火嘞 那今天两队的队长 在这个春节期间 要介绍什么高人给大家呢 陈先生来 张伯你先来吧 我来 我来先介绍一个吧 波哥 大家都知道嘛 2014年是马年嘛 对对对 所以说今天我推荐的这位高人 跟马又有关系 他号称是咱们中国 骑数最高的驯马师 而且他今天还把他的爱将 也都带到现场来了 对 骑马来了 要给大伙拜年 看得出来 这真是大节目 我今天推荐的这位高人是 炫酷驯马师 欢迎炫酷驯马师 了不得 大节目 大气 马都来到现场了 说到这驯马师 他能不吃饭吗 那他必须得吃啊 对啊 他过年能不吃饺子吗 必须得吃啊 我们这位 那是全国No.1 唯一的饺子造型师 我有饺子没有造型吗 饺子不就那一个型吗 在他手里头 千变万化 什么都有 而且每一种饺子 它都有一个很好的寓意 这个很特别 这个特别了 对 对啊 所以张鹏你今天推荐的就是 饺子造型师 欢迎饺子造型师 各位 各位 你们今天的第一个出场机会 可以交给谁 是饺子的还是马呢 请选择 马鞋 马鞋 骑马 去马鞋 有请选库去马鞋出场 欢迎两位 这边再再试一下好不好 我的名字叫袁冒洞 袁先生 袁教练 欢迎您这一位 我是吴海盗的 好的 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 我想问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跟马结缘的 我呢 是从小家里就养了三匹马 后来呢 我是在十四岁 那个 就是 参加了这个 就是 北京的最原始那个马术队 哦 旅获各种大奖 对不对 因为 从小有一个骑士的梦想 老师今天爱马也来了 对吗 对 那只匹马 它 是哪来的呢 这匹马呢 它是来自于法国 哦 遥远的法国 那我要去唱问候 哦呦 它一定能听懂了 是不是 能听懂 哦 那这匹马大概的价格呢 现在有人给出价是两百 两百万 两百万 哦 那今天要不要大开眼界了 这么值钱 这么宝贵的一匹来自法国的价值两百万的马 要到现场 我们要请他给大家拜年 好不好 来来来 掌声欢迎一 炫酷驯马师 袁茂洞 自小就有骑士梦想的他 把马当作亲密的朋友战友 鱼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曾经一举掌获鸟潮国际大师赛 一百二十级别冠军 马术世界杯 中国战一百二十级别冠军 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奇数最高的驯马师 我们现在请袁教练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匹马 好不好 这匹马呢 是法国温雪马 然后他今年呢 七岁 现在我们人呢 二十一岁 哎呦 那正值青春年 比我小两岁啊 那跟我差不多大 是吗 张伯和跟你比呢 比我大不熟 哇 你们真的那么好意思 这么聊天吧 好夸张哦 这匹马跟你有多长时间了呢 现在跟了三年 其实跟他在一起时间 比家人在一起时间要久 因为晚上我要去看他 白天要跟他一起训练 在一起 哦 这马叫什么名字 这马的名字叫布卡基 哦 帅哥的意思 帅哥的意思 哎 袁教练你和布卡基之间 你们俩合作了三年都获过什么奖项呢 呃 去年鸟巢国际马术大师赛 120级别 我们俩获得冠军 嗯 在今年的那个 马术世界杯中国战 我俩获得120级别的冠军 哇 哎 120级别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120这个级别呢 就是障碍的高度呢 不能低于一米二 哎 我们今天在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不好 因为今天的场地呢 稍微有点局促 但是我今天为大家展示一下 那个 我跟他练习的一些表演动作 可以 大家可以 您请 好 接下来呢 我要上马 所以上马的时候呢 再从左上上 来 哇 太帅了 小心小心小心 现在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漫步 哇 然后呢 给大家起扬 这寓意呢 其实在马年那里 除了大家 万事如意 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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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步步高升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然后呢 表扬他的时候 做开开马的国境 哦 他会觉得 他会受到你的认同 OK 我们现场的场地有限 确实呢 就是限制了这匹高头大马 他的发挥 没错 接下来我们到外面去看一看 他自由驰骋的音色 生活真奇妙 好好学习吧 这里是由顺州飞转基因 使用有冠名播出的 好好学习吧 大家新年好 我是顺卡鸡 是来自法国的小朋友 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公寓旁边住的是我的部下们 他们全部都要听从我的指挥 想知道为什么吗 快看这里 这些都是我得过的各项大奖 我可是这里的冠军之王哦 听说今天我要为全国的观众表演了 好兴奋啊 先去热热身 走起 大家一定要目不转睛观看哦 首先来个简单的吧 跨越一道八十厘米障碍 现在我要跨越的是一道一米五的障碍 是刚才的两倍高哦 接着是连跳体操障碍 跨越两道八十厘米障碍 接下来难度加大 跨越一道八十厘米的障碍 最后来一个最难的吧 连跳体操障碍 跨越四道一米五的障碍 祝大家一马当先 马到成功哦 哇 真的好棒 相处久了之后 人和马之间会有一些心灵相通的地方 它会不会也像这种亲人一样 长久的不见到你会很思念很难过啊 有一次呢 我跟他在训练过程中 我就那个腰疏伤了嘛 就是那段时间 我很长时间没有去马房 我就那个去的马房的时候 每天晚上去 我都给带着苹果去 他听见我的声音他会叫我 但是呢 我也会跟他聊天 他会拿头会拱在你的胸怀里边 打个打腰一样 喂他苹果 苹果喂完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我要休息了 但是呢 他用他的方式不让我走 他是那个身体拦着门口 他身体这么大 把门口一堵就堵住了 他看到你 听起来又觉得他好可爱 但是我想问一下 他学骑马的时候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就是你接近马的时候 一定要从马能看见你的地方接近他 最好是从他的特先方接近他 骑马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跑到马的屁股后面去 就绝对不能站在他后面 对对 我们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举动 他会认为是非常有敌意的 特别要注意的 跟马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判断马高兴还是不高兴呢 他的耳朵如果是对着你的 他用耳朵对着你 观察你的一举一动 说明马来对你感兴趣 你可以大胆过去摸摸他 但是如果他的耳朵是特别向后背 你背得特别厉害 我觉得他现在向后背了 那就是他有怀疑了 如果他的情绪特别不好说 你怎么改善他呢 他就拿个胡萝卜 直接给他汇中一下 我看到 就是我们这个 在骑马的时候 穿衣服也很有讲究 对吗 对对对 感受马被快乐的时候呢 一定是自己的衣服穿的稍微紧身一点 别穿的太松垮了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呢 风一运动起来 会呼啦呼啦 有声音会惊吓大马 二一个呢 自己那个 带的一些装饰品 那个铁链的之类的 钢铃啥的就不要带了 好的 那老师今天教给我们很多 关于骑马方面的 要注意的事项 包括跟马相处的一些 相处之道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袁教练 带着你这匹高头大马 向全国的观众拜个年 好不好 在这马年里边呢 我跟我的爱马 布卡基 是想全国的观众 还有在场的那个朋友们 给大家那个拜年 在马年行大运 马到工程 起码注意事项总结 一 接近 必须从马的侧前方接近 卸计靠近 马皮后方 二 学会判断马的情绪 如果马的耳朵前倾 是友好的表现 如果发现马的耳朵往后背 表示对你存在敌意 此时可以通过喂食胡萝卜 拉近与它的距离 三 服装 建议着紧身服饰 切记佩戴链子类的装饰品 好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现场的朋友 为我们的袁教练和他的爱马来打分了 请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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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恭喜88分 谢谢袁教练 也愿意和爱马呢 能够取得更多的荣耀和成绩 谢谢你们 掌声还送 谢谢 生活真奇妙 好好学习吧 这里是由顺州飞转精英 使用由冠名播出的 好好学习吧 周虎你这个推荐的非常棒 在气宴上就压倒了张鹏 不是不是 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啊 都是要抛砖引玉 哦 你会更好 那他接下来要补充一位高人了 对不对 现在我要推荐的这位高人是 是 经过国家认证的 哎呦 珠宝 鉴定师 哇 那女生会特别喜欢 她呢 已经从事了这个翡翠收藏二十多年了 哇 翡翠哦 哇 所有的翡翠只要到她手里边 一眼变真假 哇 哇 我也贴金耶 没错 真的吗 她还写过很多 关于这个翡翠收藏的专业级文章 哇 她真的很棒耶 好厉害 并且 她今天带来了很多超级贵的翡翠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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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张伯你今天推荐的就是 翡翠鉴定师 欢迎翡翠鉴定师 所以你们的选择会是 翡翠 翡翠 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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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小资造型师 呀 欢迎 大家过年好 过年好 在这里我祝大家十年快乐 一切有鱼 年年刷大牌 谢谢 谢谢 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们来到余世青 刘老师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是饺子吗 是饺子 这高原真的不像饺子 天哪 太像是一样的 因为是有鱼对吧 好厉害 拿起来之后你知道吗 是有这个柔软度的 接下来我们要大开眼界 看一看余女士 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造型饺子 好 饺子造型师 余世青 国家高级烹饪技师 现任五星期酒店 面点技术总监 已擅长各类面点的制作 曾被授予 劳动模范称号 更引起做出的饺子 创意独特 寓意美好 在全国面点美食节上 屡获金奖 是有名的饺子大王 太漂亮了 各位来看一看好吗 太诱人了 好想吃啊 我要吃那个苹果 这边也太可爱了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响角 这个呢 风收角 风收角 这个呢 这个是和和美美角 和和美美角 上面像一个和桃 对对对 就是一个和桃造型的 那边是自己平安角 我喜欢那个 这是什么 这是招抬尽宝角 好想吃 下一个 这个是什么 适适如意角 哦 哦 柿子馅的吗 不然柿子 还有玉 对 像一个柿子 这是什么 这个叫做 平比金奸连里角 哎呀 这个我知道 是平平安安角 对 平平安安角 苹果 这样呢 这个有一点像我吃的那个 榴莲酥 对 这叫笑口常开 哎呀 好厉害 哎 我看到这个是馄饨 这不是馄饨 像什么 这是姜毛水饺 是姜姓的一个厨师 在光庆年间 做了一个饺子 一直流成蛋饭酸酸 哦 那像什么 这一盘呢 就是那个 我们福建 那个中名的沙县小吃里边 有一个很传统的 叫圆龙蒸饺 对 对 你们是白色的 柳叶 所以因为今天过年嘛 所以我就把这个 变成咖啡色的 然后给人做成福袋型的 哦 哦 明白了 带水饺 对 吃饭饺 有这个吗 可以吃啊 我觉得这个我最认得出来 这个长得比较像水饺 哦 对 这个呢 就是咱们吃饭的 公用水饺 可以吃 里面哪一个能吃一下呀 这一口吃吧 对 连鲤饺 这边连鲤饺 大家可以拿一个去尝一下 我也吃 外面的是薄脆的 对吗 你饺的时候是脆 到里面什么豆沙就炸出来了 觉得很像 这盘都是我的了 瞧瞧我们队长 啊 这一句 太可爱了 还会选你的 老师 你光给我们看过行李 教我们怎么包啊 需要哪一种 那我们按颜色分吧 好啊 那个我带了也是四种颜色 嗯 然后正好预计咱们这个四季平安角 好 现在咱们先做一个那个 按一下 先做一个黄颜色的 好 好 老师我能给你下去选一下吗 来 可以 可以 抱好 不是包饺子 不是包包子啊 现在我正在贴的是黄颜色的饺 是用蛋黄粉 加面粉 活成的水饺皮 嗯 我们用500克的面粉 加上50克的蛋黄粉 然后再加上两颗蛋黄 两颗蛋黄 就两只蛋黄 对 再加上一小汤匙的盐 然后割上是半斤的水 也就是250克的水 是 对 好 我们把饺子劲儿 给它按成扁平状 嗯 来来我来一个 光听这个饺子皮的用料 都觉得馋得不行不行了 好 这个就像我们正常的 擀饺皮一样了 对 我们把它擀成薄薄的饺子皮 那就包饮 你看好了啊 我们把这个两边的饺 往里对折 然后剩到第三边的 也万里是对折 折成一个三角状 然后把它翻过来 挑上虾片 韭菜虾 别听他的 您看您的 真的饿了 什么馅都饿了 然后放在这个皮的中心 嗯 把它的留着缝隙的三个边 再捏起 都捏下 对 哦 把三条边捏实了以后 从一条边的上部开始 搓花边 哦 这有点难了 这个难度大了 对 我觉得把它捏实就不错了 还要搓出花边来 我们把它搓成边之后 把后边叠一下小角 再翻起来 哦 翻起来 对 边边还要翻起来 对 把它边再翻起来 天哪 好俏皮啊 我感觉像做 那个手工布衣一样 很难的 好难啊 把它翻起来之后呢 放在案子上整理整理 这个叫什么角 步步高升角 哦 步步高升角 好 哦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装饰 看来看我这个行吗 这放不起来了 放不起来是粘上了 哦 哇 好漂亮 成功的 对 像东方明珠一样的 对 步步高升角 步步高升角 来掌声给老师 谢谢 老师还有其他的对吗 有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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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儿 吃飞和尝心 我们就拿这个做 试试如意吧 把它擀开对吗 这不用擀 来我们用手捏 来看我 用手捏 用这个几个 三个手指给它捏成小碗 是吧 一样 好 对 我们再选择一个馅儿鲜 胡萝卜 我喜欢吃这个味道 所以里面包的还是它的味道 就是属于那种 就着米饭吃馒头的那种 芝威这个好小啊 但我这个有弧形啊 你就都摊得跟大饼一样 你拿人家包可以吗 对 把它团起来 来把收口收盐 收盐之后揉一揉 这 揉圆是吗 对 给它揉圆 然后把收口的这个底部 放在案子上 用炒按一按 把它按出中间一个小窝 没有像吗 对 按一按 按 轻一点 对 还没搓起来 好 到这会儿呢 我们找一根牙签 顺着这个二分之一处 再往上一点 要做那个柿子的造型 对 开始推这么一圈 边 就是柿子的第一层盖 好 我们把它推完了 就是这个状态 在二分之一处 上面一点 来 然后来 我们看一下 顺着这个位置 各一条线 翻过来 正对着它 再压第二条线 翻过来 在这一侧 再压一条线 对等的 再压一条线 我们给它安成什么呀 安成最后的那个地 揉一揉 给它 按一下 按成这种扁平状 一个小饼 一个小面片 做好的那个柿子 上面那个是什么 也是面吗 对 是面 就是现在我们正做的绿色 因为现在没有卡叉色的了 把丝边卷起来 放在柿子的顶部 做好之后再拿一小块面 搓一搓 搓成这种长桥的水滴状 然后给它安成柿子瓣 确实感觉很复杂 不是 老师这个饺子做的 实在是有点太精致了吧 好 老师还用平吗 来来来 几位 我们一起放在这 老师都放中间 老师请你认真地评判一下 你看哪一个柿子 是最好的 最像的 从第一位开始说 不知道是谁的 做得很漂亮 很秀气 像人一样 哎呦 真好点甜 第二个呢就不说了 跟第一个差不多 我们着重说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这品种不错 哈哈哈哈 嗯 都是要学的 然后这个吃起来 肯定口感会很好 实惠 第四个呢 虽然有一点点破 我们看到里边的馅心 但是呢 有一句话叫做 包的好吃不在纸上 对 这应该是很好吃 嗯 最后这颗我就看 最后这颗我再说一下 我这个名字叫 事事如意步步高升 嗯 变得多高 刚好 本来我要说 这是转机音要拿掉 结果呢 冲这句话 我们应该把它保留住哦 来来来掌声给他们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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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吃饺子其实有时候 这个饺子本身好吃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蘸料 怎么做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吃饺子呢 一定要有蘸料 有蘸料呢 全国呢 也都不一样 像有一些地区呢 直接拿汤 像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姜毛水 这儿 它一定要用这种鸡汤 用鸡汤 叫出来的汤 这种才好吃 然后把它放在移动碗里边 煮好的饺子盛上来 一边喝汤 一边吃饺子 像有一些地区呢 像传统的北方 那就要什么呀 辣瓣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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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瓣醋是一个特别特别有特点的 只要一泡辣瓣醋 我们就要什么呀 快过年了 只有辣瓣那天泡的醋 那才是最香最绿的 所以说看到辣瓣醋 就看着年了 那样 不然还提穿的是直接 对 红油水下 直接要把这个辣椒呢 很降旧 提前半个月就要给它炸出来 然后让这红油发出来 吃的时候呢 还要调一些花椒粉 哎呀 口感非常的好 尤其像那个中水饺 就整整的那一网红酒 对 中水饺是哪里呢 然后这个呢 就是现在比较融合的一个汁 这个里边呢 是用芥末加醋 加那种鲜味醬油调出来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蘸料 因为南北地域不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调制 对不对 嗯 就像我 有时候蘸点芥末 有时候蘸点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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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适如意角做法总结 将面剂子捏成小碗状 加入馅料 团成圆形后 用手指在顶部按出一个小窝 接着在二分之一 往上一点的位置 用牙签 延圈推出柿子的第一层盖 再用牙签 在四周 均匀做出柿子的树状线条 最后在顶部 加上面皮制作的地 这样一个寓意试试如意的造型饺子 就做好了 甜甜蜜蜜 各位来为余老师大奔吧 请开始 一把一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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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六个 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好 再见 来 再见 生活真奇妙 好好学习吧 这里是由顺中飞转基因 使用由冠名播出的 好好学习吧 谢谢眼鱼老师 过年吃饺子心里那个美啊 对啊 所以张鹏 接下来你要推荐的高人是 推荐的这位高人 他这个商品啊 最早是从美国开始产生的 大家就对他非常的痴迷 而且最重要的是 刚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道药 是治病的 后来所有的人 无数的人都在去喝他 而且为他风靡到 去收集他的这些瓶子 太好奇了 太好奇了 什么呀 对啊 第一死我了 我知道 美国饺子汤 还捏着饺子呢 不是不是不是 是可乐收藏家 欢迎可乐收藏家 好 现在一个是我们的翡翠 一个是西洋来的可乐 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 翡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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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 欢迎您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我是孙永兰 来自安徽 现在在北京就业 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马到成功 全家幸福 谢谢谢谢 我想问一下您是之前学习这个专业的对吗 对我是从事珠宝专业珠宝鉴定师 珠宝鉴定您都学什么呢 学一些矿物组合 还有一个基金学 哦 你们会经常要到野外到矿里去看一看吗 我们不需要 因为学校里学校里都有一些标本 哦 我们主要是学一些鉴定嘛 鉴定就是区分 是什么宝石 还有天然人工合成 他们之间的区别 对对 主要是看一些标本 理论上肯定要了解一些 也要 主要是实践 主要是实践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 价值连城的翡翠了 我翠翠 大双眼 翡翠鉴定师 孙永兰 科班学习保时鉴定的他 《独爱翡翠》 曾发表过十几篇有关翡翠收藏的专业集文章 二十年的鉴定经验 练就一眼辨别翡翠真假的本领 在业内小有名气 是不折不扣的翡翠专家 《独爱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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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因为是春节期间 所以真的是一个饕贴盛宴 以前我记得节目当中 来几个鸽子弹的钻石 已经把我惊着了 今天没想到 全是鸽子弹 太可怕了 我跟你说 每一件都是几百万朝上的东西 我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 孙女士 这一共有多少件东西啊 这上面带过来十九件嘛 我说 十九件东西 现在我们请两队队长到前面来看一下 好 张博 请你挑出这些宝石当中最昂贵的那一件 最贵的 张鹏 你要挑出雕刻工艺最高的那一件 你这种 雕刻工艺嘛 你这种思路太过时了 土豪的思路 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是最贵的 这个你估一下价好吗 估计 七八百万吧 七八百万 好 张鹏 你的答案呢 哪一个是雕刻工艺最好的 在节里 为什么你觉得他雕刻工艺好 因为这个应该是拿墨玉雕的吧 嗯 墨玉雕 好像只有雕工特别的细致 包括他的脸部的那个轮廓 雕得都很细 好 所以老师现在请您揭晓一下 在这两排玉石当中 最贵的那一件是 最昂贵的到底是哪件翡翠 您猜对了吗 貌似很赌行的张鹏 又压对保了吗 翡翠中的极品八百万左右 心脏都要停止跳动 千万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如果真奇妙 好好学习吧 这里是由盛州飞转基因 使用有冠名播出的 好好学习吧 最贵的那一件是 是他呀 这个大概价格是 八百万左右 天哪 刚刚这个张鹏选的这个呢 两百万左右 我这件猜对了吗 对的 真的 墨翠中的极品 那这个 价格 价格是 一百多万 好严厉 哇哦 有一百多万 是 也很贵 两位你们先回去吧 离去抽得远点吧 老师我的问题是 翡翠和玉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它们都长得一样啊 对 翡翠也是玉的一种 玉分为 硬玉 软玉 咱们的硬玉就是咱们的翡翠 因为翡翠是玉石之王 它的硬度是最高的 所以 硬玉 对 硬玉 它 硬度最高 会不会很容易碰碎了呢 是啊 要小心啊 因为那么贵重的东西 肯定个个都 都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去保管 没错 真的就好精心 但您孩子有点多 对吧 这一堆孩子呢 您得好好看护着啊 今天来了这种大客户啊 大家说话的底气都没那么高 平时不是很狂妄吗你们 张伯妮有什么问题啊 老师 像钻石吧 它都是论这个克拉呀 有可以称重量的 我听说翡翠 好像不是按这个重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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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的评估呢 是按它的颜色 净度 透明度 还有一个工艺 的次大方面 嗯 就是 预养人有这样一个说法 我不知道 这个说法 在你们专业人士来看 是不是合理 嗯 嗯 有一大半吧 应该这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玉石之中含到矿物源是有铁 嗯 铁也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嗯 所以说 你经常带的话 它也会养你 我们今天几位嘉宾啊 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这个珍藏的 不知道是珍品还是艳品啊 我们要请老师鉴定一下 好不好 这边危险人多 老师您就站到他们桌子 一个一个来 好吗 老师老师 这个领馆 您帮我看一眼 我这东西可有历史 你这是王苏吉儿买过的 不是 等会儿 这个是据说是古代的时候那个特别大的棺 它的这个 还可以佩戴的啊 它的帽子后面有个领 就这个这个 对一种 装饰 您看一下它这个 我怎么看上去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还不那么均匀 别瞎说 你觉得这个绿的好假呀 应该算蛮绿的 它这个就是总不到 颜色是天然的 总还是欠一点 是真的 多少钱你买的呀 十万块钱 这个就高了 应该是两三万的 也不错了 两三万 对 那它会不会升值呢 放着慢慢会升值的 也许过着感觉 带升资源越来越少 谢谢老师 看一下张鹏的 张鹏这个像旅游纪念品 你还真说对了 因为妈妈就喜欢这些东西 我呢也是为了孝顺嘛 就当时是去到那个德宏州 瑞丽 在那边呢 那是挺好的地方 对对对对 就就看到了一个这叫平安扣 这正好玉业特别好 就是玉业平平安安 送给妈妈的 送给妈妈了 你当时是 两万 两万块钱 糟了 还可以 两万美金啊 对 老师这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够呛了 您看一眼 她这个买得很好 为什么 她的水就比较润嘛 颜色比较正确 谢谢老师 现在的话应该是 十八万左右吧 我听见妈妈自己提醒了 不再送给她一个礼物 而且送给她一个不断增值的礼物 对啊 帮她每天带上她去 今天又涨了八百 这感觉好好啊 对不对 您能还给我吗 就给她在您手上呢 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像我这种没有买过翡翠的 第一次的话应该怎么挑选 因为我觉得这个水太深了 是啊 第一步我们先挑一看翡翠的颜色 这个呢就是翡翠之中最正 最浓的颜色 它有肿头就出了 还看它的透明度嘛 电筒呢主要是看它有没有杂质 有没有裂 你看这些肯定是有棉的 因为它毕竟它透明度来了 对我已经看到了 它一定有 一定有棉的 但是裂纹是没有的 对不对 它裂纹是没有的 咱们就可以很清楚地可以看到 孙女士是不是天然的东西 多少都会有一点点瑕疵 对啊 一定要有一点包容性的 但是我们家也有这个 但肯定没有人家这么贵 那就是怎么能够就是养护它呢 对 怎么清洗呢 正确洗 匪罪的方法就是 什么 价值联终的匪罪 在家就能进行专业级的养护 高人的法宝究竟是什么呢 怎么清洗呢 普通的匪罪就行了 就是普通的匪罪 对 清洗过程 又有何细节 是您一定不能大意的呢 千万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 科班级翡翠知识 大普及精彩继续 生活真奇妙 好好学习吧 这里是由顺周飞转精 使用由冠名播出的 好好学习吧 正确实 学习的方法就是 用一小盘温水 再放点洗地零 先给它搅匀 就是普通的洗地零 普通的洗地零就行了 轻轻的刷洗就边边角角 夹刷有讲究吗 是要软毛刷吗 普通的就行了 清洗完之后冲洗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软毛巾这样 不要硬 轻轻的吸干 轻轻的吸干 吸干之后呢 再用鸡皮擦一下是最好的 好的 那这块擦好的就可以放置起来 是不是要放在通风的地方 但是也不能曝晒的地方 最好放在温度比较低的地方 家庭清洗翡翠做法总结 将翡翠放置在浑油少量 洗地零的温水中 用牙刷轻轻刷洗 冲洗干净后 放置在柔软的毛巾上 将水分吸干 最后用鸡皮再擦拭一遍即可 谢谢孙女士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今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会给她多少分呢 请开始 100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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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分 谢谢 有请 拜拜 收获真奇妙 好好学习吧 这里是由盛州飞转精英 使用由冠名播出的 好好学习吧 时尚运动穿赛期 感谢赛期时尚运动品牌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青春海峡多彩时间 2014最海峡最世界 要再次感谢 所有的学员团同学们 谢谢两队的队长 张鹏和张伯 也谢谢我们的可乐收藏家 希望大家通过新浪微博 好好学习吧 为他投一票 那在这儿 我们要再次感谢 所有的朋友们 收看我们的盛州飞转 精英使用由冠名播出的 东南卫视好好学习吧 我们的口号就是 生活真奇妙 好好学习吧 下次再见